民眾到醫院排隊 等待接種疫苗 一般施打完疫苗 醫師都會建議大家要這樣做 休息15分鐘了 要怎麼樣 多喝開水 多喝水應該就是 一天攝取2CC的水 是少練的吧 少練多次吧 多休息 多喝水 但日前彰化有一名75歲老翁 卻因為喝太多水 導致廢積水住院 有一個洗澡來我們便宜 我們煮疫苗之後 沒有幾天 就有人喘起來 我們每天檢查起來 發現是蜘蛛水 稍微料理說是不是 煮疫苗引起的副作用 我們每天檢查起來 是因為心臟沒力 還要喝太多水引起的 老翁打完疫苗之後 接連好幾天狂喝水 一次就攝取約一公升 享受多喝水沒壞處 但是醫師趕緊表示 阿伯這樣不通啦 尤其是腎臟病心臟病 打完疫苗更應該少喝水 但是阿伯有心臟病 不應該一次猛灌水 因為攝取過多水分吸收到血液後 在心臟力道不夠的情況之下 血液無法循環回到左心房 在肺部造成積水 所以心臟病患者喝水最好要維持平常的飲用量 若是洗身患者 院方在打完疫苗之後 也會再次提醒不要再多喝水了 由於腎臟調節水分的功能比較差 千萬不要多喝水 因為有可能會造成水分排不出來 反而會蓄積在身體裡面 嚴重的甚至會激到肺部產生肺水腫 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的一個症狀發生 避免造成全身性水腫、肺積水 而末期的腎臟病患者 一天則建議控制在500-700cc 擁有顆多的容器慢慢喝避免過量 強調打完疫苗多喝水 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 新一輩的新聞 陳時中理 蔡英章 花強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